通过音乐,通过巡演,然后通过演奏中华文化 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 一代香港情,玄系组合性 一代嘛,二十五年是一代嘛 一代香港情,选取祖国心 就是说祖国对我们的关爱,香港的关爱 然后我们香港的年轻艺术家 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才华 能够跟内地的观众更多的交流 把我们香港有特色的中西合并的这样一种文化 带给内地的观众 我的乐团是聚集的香港最最优秀的青年艺术家 但是你知道搞艺术的在香港是很难生存 因为很小 所以我带着他们在内地巡演 他们亲身体会到背靠祖国的 这样的一个让他们有事业的发展的机会 就是我们香港一个是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 他们就亲身体会到了 所以他们每次都很希望能够到我们的内地来 可以做巡演 可以发展他们的人生的事业在这里 其实这次巡演给了我一个启发 我以后想做的就是把音乐会跟音乐教育大师班 我希望可以连起来 然后能够不光我自己演奏 我也希望能够把我学到的东西 今天我只是在讲技术 我觉得更重要的人生误诀要讲给我们的孩子们听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很重要 我们孩子在刚开始学琴 到走到演奏家 到成为演奏家 这步骤里面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的 为什么会成功 而是缺乏一个人生的导师 我这么感觉 我希望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 我也希望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妈妈 我自己也是妈妈 我也是走出来的 怎么是重点去教育孩子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将来 音乐的语言是世界语言 我们的中华民谣 其实在我自己没有成立乐团以前 我自己在我的独座音乐会里面 我都会放一个中国的曲子 在我独座音乐会里面 然后是特别受欢迎的 在西方的观众里面很受欢迎 我就叫《放马三哥》了 我们在芬兰演过 在恒辛迪演过 在很多西方的 欧洲的国家都演过 每个人都想问我拿这个谱子 他们拿到了以后 他们就要去演了 他们演了以后 他们就懂得了解中华文化了 而原来我们是这么去做的 要是我们西方的乐器 都演奏很多中国民谣的话 那我们的文化传播力就更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